有需要拍攝機的嗎 才剛下飛機 排隊等待出境 元旦連假後 疫情升溫 淘機申起防護罩 1月3號起每天定時定點 提供家用快篩 一路會發到純潔過後 他們有需要就拿 我覺得大家小時候都有幫助 對 可以至少測試一下 自己有沒有生病 很多地方會戴口罩 因為不驗細年 從境外開始防堵 但其實基層診所 病患已經大爆滿 平日上午才剛開門 就已經有將近十個人 等著找醫師 疾管署也公布 上週新增360例 新冠本土重重症病例 還有38例死亡病例 雙創新高 其實口罩那個沒有戴之後 就變多了 然後年假之後的話 就更往上再多個兩層 就是看到中午兩點 然後的話看其他家 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對 特別是看呼吸道的科別的話 都就是非常的恐怖 基層醫師觀察 現在大多以新冠與流感為主 多數人有發燒的症狀 還併發感冒症狀 病毒危機四伏 不少人趕緊來打疫苗 最近都蠻多人好像有感冒 還是流感 那自己還沒接種 所以就趕快抓個時間來打一下 跨完年之後就有一點點 不太舒服 像我家人就是上禮拜得流感 對 所以我這禮拜就也來快晒 感冒的流行最近很嚴重 還有一點咳嗽啊 這波疫情才剛燒起來 疾管署預估新冠高峰落在1月中下旬 但是感染可能衝上2萬人 再加上春節返鄉旅遊等因素 雙高峰不排除龍年過完就出現 歡迎新聞臉部和邱子玲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直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